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书接前文 上回书正说到 双铺港激战 八路军武功队 在这双铺港就打了伏击了 打谁的伏击 打叶熙队 那么叶熙队干什么去了 下乡抓人 男的女的都抓 抓来之后 就放在了清河镇的监狱 然后要从双铺港中间穿过 进宝町的东门回宝町 郭小兔同志就把敌人 这个行动时间和路线掌握了 一封情报 就送给了卫强卫队长 卫强啊 带领着武功队友杀回了宝地 在双铺港这就设了埋伏 叶熙队一来 双方才展开了一场激战 战斗打得很惨烈 叶熙队多少人 二百多 八路军武功队才八个人 四个人守一个铺港 到后来武功队的同志们的子弹打光了 大枪上上的刺刀 杀进了敌群 和敌人就展开了肉搏战 这肉搏战更惨烈 单说刘太生 把一捆手榴弹捆在一块 把盖起开 把里巴的怀都拉出来 拴到一起 怀里边一抱 敌人一看 嘿嘿 把路跑不了了 投降吧 投过来就是一万票 要不然的话 我们要抓活的 刘太生一听 嘿嘿 抓活的 我这就让你抓活的 纵身一跃 刘太生就跳进了敌群 然后他就把这手榴弹拉响了 青山洞地一声巨响 再看着敌人被炸的是血肉横飞 那么刘太生就和敌人同归于尽了 这就吓坏了叶席队的队长 白眼狼黑蜜蜂刘奎生 刘奎生一看 我的个妈 八路军真狠 打仗不要命 他看了看自己的人马 出来的时候二百多人 现在一半都不到 也就剩四五十人 心的话再下去 那就得打光了 我这夜袭队组织起来可不容易 赶紧撤退 单表卫强等人 打扫战场 一看双铺港下全是敌人的尸体 可以说打了一个大胜仗 但有一样 刘太生同志牺牲 同志们在心里就压上了一盘墨 找到了刘太生的尸体 一看都被炸零碎了 卫强从地上捡起来一块布 拿的布 刘太生后背 这凹上的一块布给炸飞了 把这一块布剪起来 打开一看 就见上边写的四个字 什么字 经中报国 是修上的 谁修的 刘太生的老娘 刘大娘给修上 那又说怎么回事 前者咱说了 刘太生的母亲是英雄的母亲 被鬼子用刺刀给挑了 他的父亲也死于抗战 那么他的哥哥是八路军的战士 叫刘大胜 舍身砸炮牢 那是董崔瑞士的英雄 这一家人都为抗战献出了生命 这个家庭成员 全部在 你想想同志们是什么心情 卫强者才打扫完了战场 和同志们捧着刘太生的尸体 就回到了西王庄 你看咱说说这个功夫 这是晚上 等回到西王庄的时候 那天大亮 当天就把刘太生 安葬在了西王庄的土地上 坟前立了一块碑 上写 抗日英雄刘太生之墓 同志们心情沉重 在这坟前祭典 为强发誓 兄弟你放心 我一定要提来刘奎胜的人头 给你报仇血痕 当天无数 到在第二天的早晨 还没吃早饭呢 赵河透大败家 来了个客人 什么客人 一个小脚老太太 六十多岁的年纪 三寸小金莲 那个年代 女同志还留着三寸小金莲 一看老太太上身穿对筋的黑色的褂子 下身穿了一个紫色的裤子 脚下边穿了一双千层底尖头的布鞋 怎么尖头不行 三寸小金莲 左胳膊上边跨着个要饭的篮子 右手里边煮了一根打狗的走条 往脸上看 这老太太别看六十多岁了 脸上边一点褶子都没有 头发花白 上边挽了个精 插了一根筋 这老太太最让人醒目的是 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那位说的这个老太太姓什么叫什么 姓和叫和仙姑 有个外号叫一朵和画水上飘 那位说老太太怎么有这么个外号呢 诸位 这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 那是有名的大侠 在白洋殿边上长大的水星号 两只脚能在水瓶上踩水瓶走 所以说叫一朵和画水上飘 他说他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是我党我军 征察员情报员交通员 人称小脚老奶奶是双枪 老太太 老太太 破 双手能打匣子枪 百发百中是胆不虚发 这么一位老太太 干什么来了 送情报来了 一进门就说话了 魏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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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队长赶紧过来了 老奶奶您来了 送情报来了吧 那是不送情报我干什么呢 再看老太太就把打鼓的枣条打过来了 他说手里面举着拐棍 这个拐棍的住位可不是木头的 是铁的 钢的 就将老太太把拐棍手里面一提 用手这么一拧 行了 成两截了 原来拐棍是空心的 从里边拿出一个枝卷来 然后就把这个枝卷打开 交给了魏队 魏队伸手接过来一开 原来是大队长杨子曾同志写来的情报 写的什么呢 上写 据内线铁鹰同志 送出来的可靠情报 老松田最近在四乡抓人 也有男的 也有女的 抓来男人做什么呢 做肉盾 他要进山增援 把他老百姓推在前边 当子弹 这就肉盾 抓来女的做军机 给日本鬼子做军机 那么这些人藏在哪呢 就藏在现在清河镇据点的监狱里吧 杨子曾最后指示 让魏强在尽情里尽快打救群众 端掉清河镇的据点 下白写的是怯怯怯 后尾追的是杨子曾 魏强看完了心里明白 闹了半天 夜袭队下去是干这事去了 对了 在双突港 不是伏击夜袭队吗 夜袭队干什么去了 抓人去了 抓完了人 送到清河镇大牢 然后空师回宝庭 结果让魏强给伏击了 那魏说 这老松田怎么又想这么个损招 谁出的主意 追 不是别人 正是哈巴狗 活王巴胖 歪歪 狗瑞田 前日咱说了 这个狗瑞田 不是给老松田献了一条锦囊妙计 让这老松田成立一支夜袭队吗 老松田很赏识他 说我日后 重重的封赏你 结果这狗瑞田就高了心 又给他献了这条毒计 说你看军火炸了 军粮烧了 你手里边没有牌了 应当打一张新牌 什么新牌 就抓群众 抓来做肉盾做军纪 你看 这个狗汉奸给老松田留虚 老松田这才派出 夜袭队到四江八寨去抓人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现在魏强明白了 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 我得赶紧的拔着青河镇的据点端了 把这群众救出来 为什么 不知道松田什么时候要拔的群众推向山区去当子丹呢 又快又好 他有样 这个据点怎么拔的 说青河镇这个据点可不同于中旅镇 鬼子的一个小队在这把烧 还有警备中队在这把烧 还有一个警察分局也在这镇守 不能说是铜墙铁壁 但是是戒备森严的 魏强这才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 商量对策 怎么办 时间仅任不住 同志们 咱们出一个作战方案尽快完成任务 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很热烈 都认为必须派一个同志打尽匪枯 把疆域的情况摸清楚 然后画一张地理图 写一道情报送出来 来个理应外号端据点 那么派谁去呢 在旁边京东的一个人 谁 他就是竹顶佛小神童 少年英雄小老八路国小徒 对 对 对 我去 我一强一看心说话 你别看他小 他可是块宝 什么宝 这孩子聪明 远的不说就要说这双铺港伏击站 那就是他提供的情报 这个孩子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证明 这孩子很成熟 小徒儿了 你有把握吗 放心吧 保险错不了 北枪说行倒是行 但是你以什么方式打进去呢 就在这时候 来了一个人 谁 大黄庄的村长叫黄玉文 黄玉文干什么来了 找北枪 送来了一道情报 什么情报 叫说呀 这个清河镇的镇长 叫王一平 昨天晚上给四乡八战的老百姓 给他们这村长开会了 要求征集木材 干嘛呢 加固清河镇的炮楼 黄玉文来的意思是告诉魏强 你看看这个有没有可利用的价值 魏强一听 黄村长 你和清河镇的镇长 王一平关系怎么样 魏强一听 我和他的关系 不错 咱们个不错 王一平不是爱喝酒吗 不喝不喝一瓶半 我投其所好 每次给他送两瓶二锅头 解决问题 所以说他和我关系不错 我送酒送出来 魏强知道 这个黄玉文有个外号 叫什么呢 巧八哥 在咱们说的这一套敌户武功队上 有三个红色村长 一就是北陵鸟李洛玉 前者刚牺牲 第二个就是这位巧八哥 叫黄玉文 第三个就是李洛玉的继任者 也姓李 叫李喜 外号 奔德木 奔德木就是捉木鸟 怎么叫这么个外号 说他这个嘴硬 这是咱们这套书上的三个红色村长 黄玉文 说你想办法把郭小图送进敌人的心脏 让他安插进清河镇 然后搜集情报 我们理应为何端交据点救出群众 黄玉文一琢磨 好吧 我回去琢磨 我回去琢磨着 明天我来领他 我以前说好吧 就这样 黄玉文走了 到了第二天早晨 吃饱了早饭 他来了 领着郭小图 这才赶奔清河镇据点 也就失了礼地 很快就到了 到了清河镇的南门 一看吊桥挑着 里边的门关着 门旁有哨所 两个伪军在那站岗 干什么呢 别走了 兄弟 你在岗 这不黄村长吗 那谁 这是我表直 你想干什么 还是这样 要见你们王镇长 我有事 要和他商量 你等会 这两个伪军 其中一个进去报信 时间不长回来了 我们镇长有请 好 搭个请子 就把他吊桥铺平了 门一开 黄玉玉岭的郭小图 这才进了清河镇 来到清河镇的据点一看 对 这个据点就是一座 城中城 也就是一座地主庄园 前者咱说了 这个刘建桥有一座地主庄园 谁叫的 刘奎胜他爹 刘茂林的 那么保定两大地主庄园 去了那一座 就是清河镇 这一座地主庄园 主人 主人姓马 叫马万里 有个儿子 叫马明 在驱公所 当文芝助理 后来是个叛徒 现在还说不着他 就这一座庄园 是他们家的 现在成了敌人的据点了 那么黄玉玉岭的 我小徒进据点 来到了王一平的办公室 面前 这个王一平 见出来了 哟 我说黄村长 哪这相风把你吹来了 哈哈哈哈 王一平 我想你 今天特意来看看你 胳膊上跨个篮子 这不是吗 买两只老马子烧鸡 还有两瓶 这个恒水老白干 王一平一听新的话 好 我就爱喝这个 恒水老白干 那是名酒 老马家烧鸡 在保定是名吃 这才就把 郭小徒和黄玉玲 让进办公室 伸手把那酒接不来 打开酒瓶盖 想喝了几口 名副其实的王一平 我说黄村长 你这次来有什么事吗 哈哈 王一平 这是我表直 小时候他妈就死了 前几天他爹又去世 没地方去 就上我家来 有那么句话 叫半袋小子 吃死老子 就我那个家庭条件 搁着他吃吗 没办法 我这才把他送到你这来 有大事吃粮当兵 吃粮当兵 能不能给他个饭碗 这个好 我问一位 这个孩子有没有三只手的毛病 那个没有 这个手不多 他就是多嘴 多嘴这不是毛病 还是个优点 三只手 三缸子咋不出个屁来 那个我不喜欢 来人 先领他换衣服 有人这才领着郭小兔下去了 沐浴更衣 原来小兔穿着一身乞丐服 脸上边黑一块白一块 还有个滑滑一朗杆 脚下边穿着一双破鞋 前边露了几个蒜瓣 后边露了俩鸭带 这一会儿换上衣服再来可了不得 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 头上戴着战争帽 腰里沙的武装带 脚下把穿着一双 证明袜亮的马靴 上边有刺马针 证明耀眼 双胯的王八盒子炮 好嘛 把他枪都挂上了 望那一战是威风靶面 望一平一看 把这小兔 你长得可真漂亮 多了 你给我当马鞭吧 这个马鞭就是幸福人 我在的时候 我说了算 我要不在的时候 就是你说了算 你是郭二爷 好嘛 一句话 郭小兔称了郭二爷了 小兔心里这个乐 王宇文一看 大功告成 那可太感谢了 王镇长 我就把我的表纸托付给你了 过两天我再来看他 那好 我说 黄村长 你就把心放在洞里吧 这个孩子就交给我的保鲜 说不了 好 我就不多待了 告辞 小兔送送你表叔 那位说 王一平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注意他是山西人 山是什么地方 山西洪铜县的 所以一说话就老习子们 关小兔这才往外送黄玉文 俩人在路上走着 黄玉文就嘱咐他 小兔啊 你可多加小心 你可别看他现在和你挺亲热 你心里得有数了 小兔说那我还不知道 村长你放心得的 就这么着黄玉文离开了 清河镇据点 回北西王庄 向魏强报告情况 单表郭小兔 在这就走马上了任了 撑了郭二爷了 嘿 什么事 这个王一平啊 都让小兔班 为什么信任他 单表这天 清河镇来那个新上任的 警察分局的局长 谁不是别人 叫是哈巴狗 胡王王八 胖乖乖狗瑞田 他上这上任来了 他说他怎么上这上任来了 前者老松田不答应他日后 我重重提拔吗 一直没安排 这狗瑞田趁不住气了 才吹起了枕头风 人家是女人吹枕头风 他是男的吹 给谁吹 给他媳妇二姑娘 让二姑娘去找刘奎胜 这二姑娘就说 你说你拿这么个办法 你不陷丢人 哈巴狗就说 这不丢人 为什么不丢人 那你想啊 现在办事 不是走红门 就是走黄门 你就让这个刘奎胜 给我说句好话 不就得了吗 二姑娘只好去找刘奎胜 刘奎胜找老松田 老松田一看得 这人给我出了两次注意了 这才让狗瑞田走马上任清河镇 警察分局的局长 狗瑞田来的清河镇一件小徒 你是巴洛 我不得了 那是什么事 是方丈人 你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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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要跑 你不要跑 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